牆壁上大大的裂縫 連手指都能伸進去 讓住戶害怕的直接搬走 這裡是位於基隆市仁武路旁的東河大樓 由於物理已經超過60年 加上蓋在南農河上 多年來又陸續徵鑑 已經出現地基下陷 支撐兩柱均列變形 甚至鋼筋裸露的情況 路面下陷情況嚴重到住戶 必須自己蓋階梯才能從後門進出 對此金融市長劉昌在視察西班牙駐聖教堂遺址時回應表示 有關公共環境的部分金融市政府會協助處理 至於大樓本身因為是屬於私權私產 應該回歸住戶進行建築改善比較好 東河大樓它實際上是蓋在南農河上面 所以長遠來講 東河大樓它一定要進行相關的處理 因為蓋在河上面的建築物 長遠來講它一定結構會有問題 那不過它畢竟是屬於私人的一個住宅 那公家的一個資源呢 跟公寓的預算能不能用在這一方面 其實是有一些疑慮的 不過如果是公共環境的部分 是我們可以來積極做處理 那至於私權私產的部分 可能還是要回歸到住戶來進行建築的一個改善 會比較妥適 通知委則要求金融市政府應該針對東河大樓 及周邊房屋地基進行全面性評估檢視 研議加強鞏固地基的方式 避免災害發生 並請金融市政府針對南農河上建物 進行全面性的總體檢 記者張其辰金融報道